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气候变化就是人类对能源使用所遇到的最大负面问题之一 不过对于气候变化来说 它毕竟具有周期性 同时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 对于人类的威胁并不是那么直接 相比较这些而言 人类掌握核能技术才最为致命 抛开武器不谈 人类对核能的掌握确实大幅度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 就拿核电站来说 一座核电站要胜过无数发电站的力量 但在对核能的使用中 人类的生命便一直在深受威胁 就拿苏联当时在乌克兰地区建造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来说 1986年的一次爆炸 瞬间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甚至让周围常识的人民都深受影响 或许这就是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回应 当然 这种回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986年核电站爆炸后 95%的堆心被高温燃烧 然后变成硫酸一样的东西 开始腐蚀地面管道 最终停留在最下层的217号走廊管道中凝结 成为了俗称的象角 这只象角虽然已经冷却 而且当时苏联也建造200吨的石棺将其封存 但在今年5月份 一份报道再次引发众人的担忧 据报道深埋在反应堆下的象角再次阴燃 原因是雨水的渗透 导致象角和水接触后再次复燃 要知道 这可是浮罩强度达到8000轮勤的象角 人类靠近其身边4分钟就会死亡的杀神 目前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向里面喷洒消酸嘎溶液 这样可以使里面的潮气和水分充分被吸收 当然 这还需要乌克兰科学家对其进一步勘测确定后 才能制定解决方案 相比较欧克兰核电站事故而言 起码欧克兰的态度还是好的 反观日本福岛核电站 也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想的 先不说对世界的影响力如何 难道日本真的将福岛县居民的生命安全 渡知以外吗 渡知以外吗